平日上班已經夠辛苦了 放假當然想留在家裡休息、享受 但有沒有想過 在戶外也有一塊地方 可以讓你安靜下來 還可以看到中式建築 一起去看看 白牆、黑鹽馬頂 也是廢派建築的特色之一 例如去蘇州或杭州旅行 在很多水鄉 旁邊的建築物就是這樣 在這裡你會看到很多 這種梯級型的牆 叫做騎馬牆 其中揮派建築特色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騎馬牆 在我們所有的建築 都會看到這個騎馬牆 另外,我們不斷在路上 也會看到拱門 而且你看到整個佈局 怎樣能夠採光 都是按照徽派建築而建的 不過不是帶你去蘇州、杭州 這裡是沙田道風山基督教重林 由來自挪威的艾香燈牧師所創辦 這裡也有教堂 就這樣看,會否覺得外形有點像天壇 走近看,在鹽角除了酒壽 還有僧侶、道士的塑像 這也是正說出杜風山的歷史 因為1930年,當艾香德建立 道風山的建築群 它是接待真女 即是渾游四海的真女 來到這裡掛單 來一起生活、一起祈禱 以及一起學習 所以這些真女正正是代表 這個基督教的建築群 接納不同宗教的人士 這些真女正正代表了 我們那種開放的性格 聖殿的用飾採納了中國人 對顏色的傳統寓意 好像紅色代表喜慶快樂 黑色代表祭字 藍色代表祭天 旁邊掛了這個童鐘 那種清脆、響亮 亦是幫助人透過這種共鳴 能夠安靜我們的心 有人問過為何完全不像 在基督教教堂中看到的 對,你在佛教… 在很多佛寺都會看到 一個童鐘 說是一個召喚的意思 裡面當然加了很多 基督教的元素 例如星和榮歸上帝 亦會看到杜風山的標誌 就是蓮花十架 不過看到這裡 你一定會問為何基督教的教堂 會建得像佛寺一樣 原來當時 一些在中國的天主教 基督教教會 都很流行建一些 充滿中式建築元素的教堂 為的就是嘗試令人 那麼容易接受這些西方宗教 而艾香德牧師 找來同樣是北歐人的建築師 艾術華設計這個 好像佛寺的教堂 艾術華跟艾香德一樣 承接著一個在二十世紀初期 不歐人士 對於中國,無論是建築 或宗教的愛慕 所以他來到中國 走訪了不同大小小的佛寺 然後進行很詳細的研究 他覺得怎樣能夠跟人有所對話 就是能夠用這個建築 能夠表達對中國人的喜愛和尊重 而教堂裡 都跟我們平時見慣的 有很大分別 揮派建築裡 特別運用一些大膽的顏色 這些都是跟其他 以西方建築為本的教堂 有所差別 聖殿裡有不少窗 都是想利用多些自然光 有五萬元進來 那種光和影 甚至窗外面的綠色 都有不同的變化 以致透過這種光與影的變化 能夠讓我們體驗到生命的無常 以及那種神聖的超越 教堂面積不是很大 只是容納到六十人 但主任湯博士就很喜歡這裡 我們這個八角形的建築空間 你說話的時候 你也會感受到 那個音樂的不一樣 還有那個坐位 互相都能夠對望到一個圓形 就是一個圓形的建築空間 對望到一個圓形的建築空間 也有一個給人安靜空間 對望到一個圓形空間 對望到一個圓形空間 它就像一种回声一样向你回应 至于这个看似迷宫 但就被命名为明镇的地方 可以让大家慢慢走,安静默想 为什么它叫明镇 迷宫就是越走越迷 但是明镇就是你的心越来越明 越走越能够可以越帮你 能够可以留一个沉淀安静 以至你能够更加接近自己 只要跟着用石头铺砌的路去走 就可以走到中心为止 步速不需要太快 也可以随时停下来 像平时香港人 我们城市的规格非常好 但我们很疏忍连我们是否在走 走到哪儿都忽略了 但明镇就是正正帮助我们 专注在我们每一个 观察自己每一个的作息 无论是呼吸或是步伐 你走过多少次 有没有说都会令你想起什么 明镇是其中一个 我很喜欢在杜峰山下的地方 每逢我有不开心的时候 我都会来走一走 就好像将所有的烦恼 能够透过步行放下 杜峰山基督教重临是二级历史建筑 早前政府有意将它列为法定估计 但教会拒绝了 当然其中背后有很多考虑 就是我们能否继续使用我们的场地 或者要完全开放等等 我们不只是建筑物让人欣赏建筑 或者让市民来参观博物馆 我们仍然有非常活动的运作 所以在这种平衡下 我们很开心成为二级建筑 政府也会帮忙有维修等 但同时我们的工作 仍然能够有更大的自主度 建筑的其中一个功能 是剃造一个大自然和人共荣的空间 大家可以在这里欣赏建筑 静默思考 甚至是什么都不做 在忙碌中静一静,休息一休息 如果你在沙田能够看到山头 就是看到这个大十字架 在整个松林里也有很多大自然的环境 他们可以来享受其中一个安静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城市六周